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但是打到了第三盘的时候 就是中国的小将20岁的王诗贤 对韩国27岁的裴生锡的比赛中 那么裴生锡现在在0比1落后的情况下 现在挽回了一局 双方打成了1比1 都是以21比18取得胜利的 那么接下来将进行选胜局 如果韩国队在这场比赛中 裴生锡如果第三局取得胜利的话 那么韩国队将在0比2落后的情况下返回一局 后面还要看后面的双打和单打 后面的双打呢 中国队是田青和赵云雷 对韩国的李孝珍和金文珍 另外最后的单打是中国队的蒋教 蒋燕焦 对韩国队的陈池璇 在第二局的比赛当中 王世前应该是在体力 不知啊 因为可能第一局打得太快了 所以第二局明显就慢了 这样的话给朴生锡 都会来第二局的比赛 一般来说 运动员在体力经济下降的情况下 最主要一个见到的就是失误太多 自己的失误 那一般像这种情况下 通常就是第三局缓过来的可能性大大 要看一个运动员 他的恢复能力 恢复能力强的运动员呢 很有可能 但是你说要恢复到 跟第一局那时候 我觉得有点难度 最少他不会像第二局那么辛苦 这是有可能的 那就有可能是到第二局的时候 到了一几点 对对 因为很多运动员他 比如说几点来得快 他也去得也快 那有些运动员几点来得慢 看他这是去得慢 还是 那个回去得快 所以这也就很重要了 现在最主要就是王世贤一些球路 他落点并不是像刚开始第一局那么精确 因为你的落点一稍微往里面的话 那对方的跑动的范围就小了 跟第一局的就是他的落点比较好 那对方跑动的范围就大 很多球就是这样 他可能再好一点他就接不到 可是你那个球呢质量不好 他能够接到这个球 虽然他接得很辛苦 但最少他已经接过去了 他在王世贤发球 好漂亮 我觉得稍微打一下他的重复球 尤其是这种接吊杀的这种重复球 应该还是有效果 因为裴生锡在下肢的一些移动方面 尤其一些转体的方面还是慢一些 所以这样的话应该要做一些重复的 重复的就是他接了第一个球以后 他还原完了再回到地边 对 对 对 现在王世贤在第三局的决胜局里边 一上来4比0领先 批掉 放完这一球放得很近 拉底线 压头顶 杀直线 结果这球到了建内 要特别小心 因为这种多拍以后吧 也消耗非常大 刚才有些很好的机会 应该要好好去把握 虽然对方在体力方面也消耗很大 现在就要看谁能够一个能够顶得住 还一个能够及时的去变派 但是五分钟 甚至没有什么能够 都没有进入 对方